回到五间新闻 看到高雄有这一位先生啊 他们家里面呢 供奉了一尊土地宫 结果呢是帮忙装人 帮人家来处理收金 在地方上很有名 很多的信徒呢 就会去打造黄金啊 挂在土地宫这个神像上面 没想到连黄金带土地宫都被偷了 损失四十万 而且怪是怪的啊 这个屋主说 没有办法再跟土地宫通灵了 他说可能是这个小偷啊 拿毛巾把土地宫的眼睛给蒙出来了